大家好,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我是阿伦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介绍即将上市的Pokemon GO新蛋牌组啦 我这次新蛋最想组的就是超帅气的超梦Vista牌组 于是决定抢先分享给大家,马上来看看这套牌是如何构成吧 首先介绍宝可梦的部分 第一章要来讲的当然是牌组核心超梦Vista 第一招精神光芒,把自己宝可梦身上最多3颗超能拔掉 每一颗打90点,最高可以达到270点伤害 搭配头戴轻松超过Vista血线 算是不错的伤害招式,Vista力量,星星其极 对手所有V宝可梦受到120点伤害 伤害还行的突伤手段 主要是用来弃绝残血躲到备战区的宝可梦 或者是先手二回没办法老大击倒V怪时 也可以优先选择突杀,让对手的V怪全部进入把两能击倒的斩杀线 算是弹性很好的Vista招式了 超梦V和Vista各带两张 再来是整套牌的运转核心 黑马雷冠王VMAX 特性从手上填一颗基本超能到备战区的超属性宝可梦身上 然后抽两张牌 没有限制一个回合只能开一支的特性 所以尽可能进化出更多的黑马就能获得大量的甜能和抽属 刚好鼓足超梦需要拔超能拼伤害的运作模式 另外黑马的招式极具之魂,基本10点 场上每颗超能量加30点,让它本身也有不错的打点 不用担心超梦被弃绝后没有后续打手的问题 黑马V和VMAX更放四张 除了黑马之外,还带到了克雷瑟利亚这个后手甜能的选项 第一招星月生长,从牌后里选择一张超能贴到自己的宝可梦身上 如果在第一回合使用,改成选三张甜能 万一拿到后手的情况,果断做克雷帮超梦快速甜能准没错 下回合保底有三颗能,可以打出270的伤害 另外他的第二招光子镭射 场上超能有5个以上时,可以打到120点 刚好能过大奶罐的险线 让这套牌遇到奶罐时也有应对手段 克雷瑟利亚放到2张 再来是光辉宝可梦的部分 这里选择一般来说有两个选项 一是光辉冷挖强化抽率 但个人认为黑马系统的抽率强度已经足够了 而且还需要保留能量,给超梦拔掉打伤害 因此选择另一个选项,光辉杀奈谷 欲来他是超气宝可梦 在牌处里也能担任一个小人打手 二来这套牌的伤害蛮充足的 选择保护超梦不被一拳弃绝更为重要 面对280血量的Vista宝可梦时 超梦需要贴到讲究腰带 没有空间贴大户足 因此带到光辉杀奈谷来提升超梦血线 光辉杀奈谷带一张 最后是工具人宝可梦的部分 凌鸿鱼有多好用就不用说了 前期抓冒险家扑产 后期拿老大接管比赛 卡手就拿博士抽率 说有多好用就有多好用 另外一张工具人带到南瓜金 由于整套牌都依靠特性运转 被对手血到时超级痛苦 所以带一张南瓜金仿身 宁可少做一只黑马 也要留下空间给南瓜金解敞地 再来是物品卡的部分 难得这是一套 我没有坚持八球主义的牌子 只带到了四间机三高主义 不过这是因为除了球外 还带了很多抓牌物品 像是接下来的物资水晶 也是带满四张 抓基本超能量 或是基础超宝可梦 熏啥就抓啥 有够好用 另外还带了两张净化熏香 负责净化型的绿牌 毕竟这套牌有六张净化宝可梦 熏香的效益非常的高 再来是资源回收的部分 带到一张能量回收 和一张普通吊杆 能量回收就是把超梦 喷掉的能量拿回来 搭配黑马 继续抽绿 吊杆主要是用来 吊前期丢掉的重要宝可梦 能量就当顺便洗回去吧 换位手段的部分 带了两张胶剂 两张气球 算是中规中矩的试换位配置 怕遇到瓦斯的玩家 也可以把胶剂换成离动神 效果也差不多 最后还带到一张讲究腰带 不用多说 就是用来补伤害 如果对手是280血线的话 这张牌要扣好 等到要弃绝石在贴上 你们都会拆掉哦 接着介绍资源者的部分 第一张是冒险家的发现 可以抓三张V怪上手 要注意进化型的Vista和VMAX宝可梦也是V怪 也能抓 后手一回可以用无抓冒险家 抓三V怪进行快速铺场 基础怪够多的话 也可以先抓好进化型 准备下回合进化 再来是老大的指令 带到两张 因为前面说过超梦有机会打出Vista 弃绝备战区受伤的宝可梦 对于老大的基础就不会这么高 因此只带两张 抽绿人物的部分 标准的三博士三马力 要改成4比2或是2比4有型 用自己习惯的配置就好 再来场地卡的部分不用多说 黑马唯一指定场地 训练场地啦 每回合都能从气排区 拿一颗基本能回首 让黑马持续抽绿 加上不怕超梦 丢到没超能的优秀场地 训练场地带两张 最后能量的部分 带到12张基本超能量 因为这套牌的主要打手是超梦不是黑马 所以就没带到13超了 如果想改牌的 也可以从能量的空间拔掉一些 但不建议少于10张能量哦 再来讲一下 玩这套牌时的基本运作逻辑 有玩过GX时代黑马超梦 或是C标退后 纯黑马的玩家应该不陌生 基本上就是尽快扑出黑马 然后甜能打人 只是这套牌变成扑出黑马 交给超梦打人而已 但这里还是可以示范一些先后手的运作情况 以先手为例 不开支援者的情况 高几率是没有办法突出大量黑马 这个时候就可以先手填超梦 设定下回合去开超梦Vista 因为是先手比较不怕落后轮次 完成后接下来的血线 几乎都是填两能就可以弃绝 甚至有机会用黑马或是沙奈果 赌上最后的伤害 二回的目标就变成优先进化出超梦甜能 其他的资源再拿去进化或是突出黑马 当然手顺的话黑马加超梦都进化完成 直接打270 弃绝对手V怪的机会也是有 但就算没成功 开倒Vista的优势也足够大了 再来讲一下后手的情况 由于后手天生就输一个轮次 阿法上就要比较拼上线 通常有克雷就会让克雷起站 因为他的招式是后手最有效益的 而且送一讲也不痛不痒 再来就是拼球 拿鱼 拿冒险加的combo 完成铺场 下回合进化完超梦和黑马后 一拳270 送走对面 在有两只黑马抽率的情况下 是蛮容易完成的 万一伤害不够弃绝的话 一样选超梦Vista扑伤 或是考虑转用黑马当主打手 先上去打一拳 因为黑马血量在当前环境 高几率是不会被一击弃绝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是建议 也欢迎加入聚宝格 LINE社群和我一起讨论哦 另外还没有预购 Pokemon GO补充包的玩家 也可以点击下方连结到 聚宝格网站购买 那么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